丁丁猫的讲故事时间 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在世界上存在一群人和自己一样 都是万年前某一位母亲的后代 这会是怎么样的感觉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 由天海又西作为主人公的日本纪录片 天海又西DNA夙愿之旅 一起来看看海哥是如何跋山涉水 前往云南与他的中国姐妹相逢的 首先来讲讲这个万年前的母亲 到底是怎么回事 纪录片中解释 人身上大约有60兆个细胞 每个细胞中含有数百个线粒体 通过解析线粒体DNA中约16500对碱基排列 就可以追溯到祖辈的源头 我也不是理科生 这些信息可能有理解不到位的地方 如果有什么错误呢 欢迎学伴们指出啊 就像歪染色体只能通过男性遗传一样 线粒体DNA只能通过女性遗传 但研究发现 歪染色体上的基因正在不断的衰减 由于通过歪染色体来遗传基因并不稳定 因此想要根据这一点追根溯源 寻找几万年前的祖先是不太可能的 但科学家在研究了十几年线粒体DNA后发现 线粒体DNA在遗传过程中极难改变 也就是像纪录片中所说 只要代代都生女性 这一只的基因就能得以延续 如果中间某一代没有生女儿 代代相传的线粒体DNA就会在这一代终止 科学家还发现 全世界人类的线粒体DNA基本相同 因此从逻辑上来说 全人类都拥有同一位女性祖先 这位万年前的母亲被人们称作线粒体夏娃 是一位15万年前至20万年前 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女性 当然不是数万年前只有这一位女性 当年和线粒体夏娃同时期的女性 要么可能是没有生女儿 要么呢可能是在后面的几代中没有生女儿 总之只有线粒体夏娃的线粒体DNA 被一代一代女性遗传了下来 然而在她的后代中 世世代代生了女儿的又只有36位 这36位女性就被当作了是现代人的宗族母亲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36位母亲其中一位的后代 这次分享的纪录片就是由其中一位宗族母亲的基因展开的 2000年的时候 日本千叶县出土了24具3500年前的人类骸骨 在邀请了许多艺人进行DNA鉴定后 其中一具遗体的线粒体DNA碱基排列 居然与天海又西的完全一致 而他们的线粒体DNA 又与前面我们提到的36位宗族母亲之一的 8型宗族母亲的线粒体DNA碱基排列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海哥和这位3500年前的祖先一样 都是距今至少3万年的这位8型宗族母亲的直系后裔 片中还提到 8型宗族母亲的后代大多分布在中国和俄罗斯 在日本10个人中不一定能找出一个来 于是为了寻找同源线粒体DNA后代 海哥和节目组开始了前往中国和俄罗斯的旅途 在得知我们云南昆明存在同样为8型宗族母亲的后裔后 海哥决定跟节目组一起去云南认亲 他们首先来到了昆明动物研究所 在这里调查到的确有人和海哥的DNA排列信息完全一致 她的名字叫阿追 住在杨拉乡 是个和海哥年龄差不多大的藏族女性 不过寻找阿追的这一路可不轻松 他们先是坐每日只有一般的直飞飞机 从昆明飞往香格里拉 这时候海拔已经有3300米了 海哥途中还在机场买了零食 怪可爱的隔着旅游的这是 到了香格里拉 还要再走200公里才能来到阿追所在的杨拉乡 因为这个纪录片是02年拍摄的嘛 杨拉乡本身就地处偏远 气候也比较恶劣 是云南最后一个通贡路的乡镇 所以在当时的路况可以说是相当差了 由于那段时间 当地下暴雨造成了山体滑坡 路边全都是土块和碎石 车子也是颠簸的不行 看着看着我都要晕车了 不过海哥心态很稳 这个时候还笑得很开心 他们沿着仅有的一条险峻的山路一路向前 车窗外就是陡峭的悬崖和高桶的山峰 简直就像是老天爷 故意给海哥的夙缘之旅增加难度一样 在转过一个弯道时 又忽然遇到了塌方 在和熟悉路况的中方工作人员沟通后 大家决定先撤回附近的村落里休息 不过村子里周围的风景还是很好看的 而且纪录片里说到 据说云南西藏高原这一带是日本文化的发源地 因此让作为日本人的海哥更是感到亲切了 也为这次夙缘之旅增添了一种 怎么说呢 宿命感吧 天晴后一行人重新上路 虽然雨是不下了 但路上还是很拟拧 到了海拔四千多米的时候 已经和开在云中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个高度已经赶上了富士山顶的高度 从来没有在日本体验过 如此高海拔的节目组和海哥 陆续都产生了高原反应 不得不暂停夕阳以及补充葡萄糖 难以想象和海哥出自同一宗族母亲的姐妹 居然过着差异如此巨大的生活 然而路况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让车队继续前行 不得已又撤离到了附近的村庄 节目组也在考虑要不要干脆放弃算了 就在这时 中方的工作人员传来了好消息 在那时通讯还相当不便的情况下 他们成功联系到了没有电话的阿追 阿追则表示 愿意离开杨拉乡来与海哥见一面 因为阿追在了解了海哥一行人这次的目的之后 也是对此非常重视 旅途越是艰难 见面后的羁绊就越深 这是作为藏族人的信条 于是阿追打算骑驴加徒步来与海哥见面 啊这也太感动了 阿追和海哥都是特别真诚的人呀 别说海哥哭 我都要哭了 想一想海哥他们上山还是开的车 一路上就已经这么不容易了 阿追却只能徒步和骑驴 那得多难啊 下山这一趟就要花两天的时间 阿追的纯粹和为他人着想 也让海哥坚定了一定要见到他的信念 就这样在村子里等了两天 见到阿追的前一晚 海哥因为忐忑也没咋睡好 第二天 一行人前往约好的地点等阿追 他们约在了半山腰的迎宾台 村里的人一般在这里迎接客人 对藏族人民来说是个很神圣的场所 在飘动的五彩金帆中 海哥独自一人静静等着阿追的到来 再联想 他们在万年前共同拥有同一个母亲 让这场溯源之旅甚至有了朝圣的感觉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海哥也越来越紧张忐忑了 手中紧握着要送给阿追的礼物 想象着这位和自己远隔万里 却又有着相同血脉的姐妹 到底会是怎样的人 终于看到载着阿追的车子远远时来 海哥的眼神也是相当好 隔了这么远 还看到阿追那边的窗子是打开的 好像还戴了头饰和淡蓝色的围巾 两人还没有完全见到面 海哥就已经开始激动的抹眼泪了 另一边的阿追 因为一直生活在大山里 特别质朴 性格也比较内向 显得有点无所适从 但还是一上来就送给了海哥一条哈达 经历千辛万苦 两人终于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不过中间还是需要日语和藏语两位翻译来帮忙 虽然可能是心理作用 但仔细看看 感觉阿追和海哥之间确实有点相似之处 海哥也回赠了阿追一条手链 和自己手上戴着的一样 作为两人亲缘关系的信物 聊了一会儿 阿追也逐渐放松了下来 说把海哥当做妹妹一样看待 还问海哥结婚了没有 两人越聊越亲近 还想再多相处一段时间 于是大家来到了中方司机的家里 阿追拿出了给海哥准备的藏族服饰 红色的是送给海哥妈妈的 蓝色则是送给海哥的 一瞬间好像八行宗族母亲的几个女儿 都连结在了一起 然而相聚的时间还是非常短暂 海哥穿着阿追送的藏族服饰 与他依依不舍的道别 阿追也在灿烂的笑着送别海哥后 默默擦着眼角的泪水 一个跨越山海长途跋涉 一个只身一人翻山越岭 海哥和阿追在雪原的羁绊下 作为同一宗族母亲的后代 在万年后终于重聚了 接下来海哥还会去其他国家寻找其他姐妹 而阿追也要独自返回村庄 继续过他的生活 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人 却因为世世代代通过母系遗传 保留下来的现立体DNA 在现代作为姐妹重逢 很难不称之为是一种奇迹 推荐小伙伴去看看原片 天海又西DNA溯源之旅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多多点赞评论收藏吧 这里是好电影 我的帮你盯的丁丁猫 关注我下期见